陆宇 一茶一世界 作者苏英 朗读者蓝珊 关键词 茶圣 弃儿 景句 唯现西江水曾向金陵承下来 此前介绍过的诗人 无论家世显赫或卑微 总还是有个家世背景的 陆宇却例外 他是个随河水漂流的契儿 连生生父母姓甚名谁都不知道 有好心的僧人将他收养在寺庙里 他却偏偏执念着血缘天伦 不愿意在出家的禁欲生活里做一个不下有三 无后为大的人 陆宇的人生是以逃亡为始终的 也许是因为他太恐惧被抛弃的滋味 所以宁愿自己主动跑开 他从收养他的寺院里逃走 与幽灵们混在一起 在戏台上插磕打混 拨人一笑 那时候 人们发现这个孩子虽然相貌丑陋 还有点口吃 却实在有过人的喜剧才能 假如那时候的演艺事业能有今天这般发达 陆宇很可能会成为一代邪星 当然 他的成就一定不止于此 他是一个爱学习 爱归纳的人 很有理论家的钳制 搞笑演出期间 他凭着在寺院里接受过的那一点极粗浅的文化教育 写下了一篇题为血谈的蜿蜒长文 那时候的演艺界人士属于社会底层 即便再如何有名有利 也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 陆宇以理论专注大大露了这么一手 这简直令同行们心生敬畏了 这样的人才 想不斩度头角都难 习剧演员陆宇毫无悬念地得到了提拔 那是唐玄宗天报年间 官府任命陆宇来做幽灵们的老师 在普遍歧视演艺圈的那个年代 这个任命属于挫子里拔将军的明智之举 而作为一名毫无家庭背景的无智青年 这份差事也实在是一个不错的营生 但是陆宇又逃走了 不吃已经到手的官饭 这对于底层青年来说 不知道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自信 也许是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 陆宇身上文艺青年的忧郁气质 渐渐压过了滑稽天性 他不愿再绞尽脑汁逗人发笑 只想找一处风华雪月的小资场所 放着头顶的白云或脚下的溪水发发呆 然后关起门来读几本闲书 找三五好友聊天喝酒 今天常有人说 纳兰幸德那样的生活是小资的典范 其实那是贵族式的贤雅 陆宇才真正要算是小资的始祖 调溪发源于天木山 注入太湖 溪流两岸多有条花 秋风起时漫天散如飞雪 再难找到另一个地方 比调溪更适合陆宇的气质 而逃亡后的他果然就在这里坐了下来 此时的陆宇已经从一个善于戏谑的幽灵 摇身变成了一名高级优雅的隐士 虽然冒丑和口吃依然照旧 但似乎一切都不同了 陆宇的调息生活具有行为艺术家的表演风范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他常常旷野独行 长久而忘情地吟诵古诗 往来徘徊 直到月亮落下山去 他便一路嚎啕着回家 人们将他比作楚狂皆愚 就是以狂歌笑话过孔子的那个楚国人 就是在这样的生活里 陆宇培养出了后来使他名垂万事的独特爱好 喝茶 唐人的喝茶习惯和今天大不相同 那时候几乎把茶当药来喝 不是冲泡而是熬煮 不是单单煮茶 而是要把茶混合着葱姜盐 陈皮薄荷之类的东西一起熬煮 所以煮出来的东西不叫茶水 而叫茶汤 那时候煮进锅里的茶 也并非如今这样的茶叶 而是茶饼 今天就只有普洱茶仍然保持着茶饼的传统了 假如我们乘坐时间机器回到唐朝 接受茶汤的款待 我们一定觉得那是一种有中药味道的奇特饮料 无论如何也不是茶 直到宋代才从煮茶变为点茶 而我们今天的喝茶方式其实是晚到明朝才确立下来的 陆宇虽然被公推为茶圣 但到底还在煮茶的传统里 哪怕是他亲手烹制的一碗茶汤 在今天看来也是有点令人望而生惠的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无论如何 陆宇第一个发现了茶的纯粹之美 一碗好的茶汤 意味着更多地发挥茶的本味 少用五花八门的作量来干扰它 当然 赋予小资趣味的茶圣 当然不只是一个只会雕琢滋味的大厨 他讲究茶 水 火 气 四者的完美配合 是从煮茶到饮茶的一整套流程 成为一场愚人愚己的行为艺术的表演 而陆宇也继续发挥了自己那理论家的天赋 总结煮茶要领 写作《茶经》三卷 正是因为有了陆宇的这些努力 当时的人们才渐渐兴起了喝茶的风气 那个时候靠隐居成为民事的人很多 但还没有靠煮茶成为民事的人 陆宇作为史上第一位煮茶民事 难免会遭遇一点尴尬 律师大夫李继青到江南就任宣服时 听说陆宇的名声便派人召他前来 陆宇穿着乡下人的衣服 提着全套茶具来到衙门 然而李继青在欣赏过茶圣亲手烹制的茶汤妙品之后 做了一件在今天看来似乎该做的事情 叫来奴仆付给陆宇三十文茶钱 朝廷大员并不白吃白喝 这种连结自律的操守很值得鼓励 但陆宇是以弑君子自居的 君子之交淡如水 给钱就等于不给面子 就等于将自己只当作一名卑贱的茶贩子看待 何况三十文买茶倒也不失厚道 但茶艺又哪里是区区三十文就可以买下的 这位李大人不但低看了自己 也实在是个不动风雅的人呢 自尊心大受挫伤的茶圣 回家之后写了一篇《悔茶论》 痛悔自己师身与茶道 古代社会讲究尊卑秩序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不要说山野村民陆宇 就算是有官职在身的名画家严立本 也因为画家身份 而被皇帝当作下人胡来何去 以至于私下叮嘱子孙 千万只要读书 不要学艺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里 陆宇感受到羞辱 倒也不是源于李继青的故意为难 他的《悔茶论》 幸好也只是一时的激愤语 否则中国人喝茶的口服 恐怕要推完许多年了 陆宇会著书 会写诗 弑君子的基本素养一样不缺 而能否得到弑君子的平等对待 就要看机缘了 故事画诗如顾凯之 琴诗如董廷兰 茶诗如陆宇 哪怕是一代宗诗 难免也要养人鼻息地过日子 陆宇后来投靠了报房 正如董廷兰投靠房碗一样 陆宇的诗写得潇洒 只是在社交场合与人联聚最多 独立创作较少 可见诗歌于他而言 既不算是什么艺术创作 也不是抒发心智或排浅苦闷的工具 只是社交技术之一种而已 在少量独立成片的作品里 歌是最像落于本人的 不限黄金雷 不限白玉碑 不限昭入省 不限木入台 非限西江水 曾向精灵呈下来 这首诗文词淳朴到了极致 简直有点像大白话了 但咸云也鹤的气质 若非这般朴实无华的修辞 则不足以传达 他羡慕的只有水 因为他的生命只是茶 陆宇名字考 陆宇自洪剑 陆宇是个弃儿 不知父母是谁 少少长大之后 他用周易为自己占卜 瞻得的谣词是 弘剑于鹿 其语可用为疑 大义是说 大雁落到了地面 他的羽毛 可以供礼仪之用 于是命名自己姓鹿 名语自弘剑 小说《围城主人公方红》的名字 剑 常被认为曲子和鹿语一样的谣词 其实周易剑卦 有弘剑于鹿的谣词 还有一条 弘剑于鹿 夫争不负 妇孕不遇 大义是说 大雁落到了地面 丈夫外出不归 妇女有孕 而未能生育 是这条谣词 而非鹿语那条 应当才是方红剑 名字的来历 有这样一些英雄 他们像孤独的树一样 站立在草野间 用一颗痛苦又悲悯的心 注视着人们 把所有的呐喊和彷徨 留存在纸片上 深邻的灵魂的灵魂 深邻的灵魂比虾谷还深 更动人的灵魂 一起去看那 矿带的忧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